今年年初,在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会上,最美女翻译张经凭借16分钟的速翻一战风神,就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都表示翻译要加薪。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,这样一位优秀而且冷静的翻译官是如何成长起来的?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最美翻译张经的传奇经历。 张经1985年出生在美丽的杭州,她的父母一直很注重对她的教育,并且尊重她的爱好和选择,并且愿意为此花费心血。 张经从小就热爱英语,这种热爱从课堂延伸到了课外和生活中,她会模仿电影里的人说英语,也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,锻炼自己的口语能力,父母也会带她出国旅游,这些都为她成为最美翻译官打下了基础。 张经初中就已经立志要当一名外交官,为此她曾经拒绝了清华北大抛出了橄榄枝。 张经高中就读于浙江省一级中典中学杭州外国语学校,这可是国内有名的外语学校,这所学校的一本上限率高达95%,即使这样,张经在高手云集的杭州外国语学校依然能保持在前五,参加各类英语演讲比赛更是从未跌出过前二。 2003年,张经顺利从杭州外国语学校毕业,成绩优异的她分数线超过清华北大抛出线。 可以说当时的张经学校真的是随便挑,但是她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去清华北大读书的机会。 在许多人眼中,梦寐以求地顶级学府,她就这么轻而易举地选择了放弃。 张经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了自己的人生目标,那就是成为一名外交官,多年来这个理想一直不曾动摇过,所以她最后义无反顾地在志愿上写下了中国外交学院。 这里是中国外交官的摇篮,在她的班主人看来,她去外交学院是有点驱才的。 但同时她也明白,张经是个执着并且专注的人,知道自己要什么。 张经用自己的势力告诉我们,学校是教书与人的地方,名次只是参考,名校也不一定就合适。 而反观当下,最近也是恰逢高考成绩公布,又有多少人会为了自己的梦想而选择放弃秦华北大呢? 就像北大数学学神韦东义放弃哈佛抛出的橄榄枝,选择留在北大教书与人。 他们都是有着明确目标,内心坚定不会动摇的人,在实现理想的路上,始至不渝,大步向前。 进入外交学院的张经,依旧是学校里传奇人物,拿下了颜舍杯全国英语辩论赛冠军,第十届二十一世纪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亚军。 还没有毕业就收到了外交部的邀请,成为了外交部的储备人员。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的目标达到了,恰恰相反,此时的张经才刚刚触摸到理想的门槛而已。 想要进入外交部的翻译室,还要经过正式的考验和筛选。 当时的储备人员一共是两百多人,但是录用率仅百分之四,这是何等残酷的竞争。 最终张经凭借自己超强的实力,进入外交部翻译室,但这对于张经来说依然没有达成理想。 在前面等着她的是一段长达六年的煎熬,进入翻译室并不意味着就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翻译官。 这中间还要经过六年的培训,才有可能成为一名正式的贴身翻译。 张经为此不断进行魔鬼训练,这是一段不为人知的岁月。 别人看到的是她在台前精准利落,冷静沉着,但是为此她付出了多少努力却很少有人关注。 外交场是没有硝烟的战场,而张经的翻译速度就是中国翻译速度。 当发言人话音刚落,她的口译就脱口而出,内容精确,语速沉稳,这样的张经很难不出名。 于是在203年的记者会上,她首次亮相就走红网络,她申请专注,不露笑脸,被外界戏称兵美人。 后来她随杨大使出国,在中美关键交流会议上,她再次大防一彩,实力碾压对方翻译,最后就连美国国务卿都忍不住点赞,表示这样的翻译应该加薪。 一夜成敏的张经并没有因此迷失自我,她并不想成为一个网红,只想踏踏实实地做好翻译工作。 在大多数人看来,张经是别人家的孩子,从张经的整个成长经历来看,她本人的天赋与坚持固然是重要,但她父母对她的支持更加不可或缺。 年少的我们或许也有过各种梦想,成为科学家,宇航员,或者是当个医生。 但是在成功的过程中,不知不觉就变成了买车买房,结婚生子,又有多少人能不忘初心,方德始终呢? 所以真的是教育的锅吗? 对此观众朋友们,你们怎么看呢?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,喜欢的观众朋友们记得点赞关注,长安点赞有惊喜哦,我真的很需要大家的支持,我们下期再见。